如果您正在考虑申布破产,您需要理解,尽管这么做能让您重新开始,但是破产后果严重。 首先,破产的期限通常是三年零一天,而且您的名字会永久性地列入全国个人破产案索引,也就是NPII。 任何人,包括银行、房东和雇主在内,都可以上网查看这个索引的记录。 您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资产,而且借钱、赤保或者是购买保险可能会遇到困难。 除此之外,接通煤气和电可能还要缴付押金。 破产的人不经过许可,无法去海外旅行,您甚至可能会被要求交出护照。 您的收入、就业或生意可能会受到影响,而且如果收入超过规定的限额,就必须要用部分收入来还债。 破产的条件有法律约束力,如果遵守,您可能要承担严重后果。 AFSA网站上有破产及其后果的很多详细信息,您只需访问afsa.gov.au,查找个人破产的后果即可。 破产绝非儿戏,理解它的运作方式和后果,能够帮您决定这么做是否符合您的情况。 本视频指导旨在提供一般性信息,不是法律意见,也无以成为法律咨询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